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幸见的老祖宗 师父徐祐一辈子荣幸 我祝老祖宗富贵开花 年年吉祥 长命百岁 天天乐儿 老徐告退 告退 娘 凤儿也告退 吴奶奶 你爹既然来了 带他在咱们家四处转转吧 谢谢娘 娘 没事那我也先走了 你还跪着干嘛 还没玩够 滚 姑姑 我先走了 爹 来 看看我这屋子 那边走 你在外面等着吧 哎呦 这是怎么了 哎呦 我的妈可吓死我了 我说 他怎么在你家呀 说来话长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来了 爹 刚才你还真有两下子 那是 你爹是走那床位见过失眠 我说 这六点子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那能是鬼吗 虧你还说见过失眠 也是啊 你说是有行有盈有生 咋能是鬼呢 是吧 那不对 咱们团都贴告示了 说他在战场上打仗死了 是 这巴掌就是鬼吧 好 嫂子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老徐 我刚才我真想毙了 能生出那么个闺女来 简单得了吗 吉安 嫂子再问你一句 那诏所真的是流天赐 你没看走眼 不会看走眼 我见他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吴奶奶他爹 说流天赐有个物子 物子 有个物子 不会是你弄错了吧 应该不会 怎么又应该了呢 你到底确定不确定 确定 这小子就是流天赐 可是 你还说过前线阵盟名单上 有过他的名字啊 有过 我刚才一直盯着吴奶奶他爹看 就算盗墓贼够狡猾 可是我一点都没看出破绽呢 是吗 吴奶奶他爹是你带进府来的 中间你都一直盯着 他们爷儿俩没有机会创工啊 不对不对 他们晋老太太屋之前 吴奶奶掐了他爹一下 怎么掐的 就这么掐了一下 就不这么掐能说明什么呀 也是啊 你再跟我好好想想 到底流天赐有没有物子 嫂子 我虽然见过他几回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物子 兴许有 你看又犯糊涂了不是 行了你也别后悔了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幸好你还机灵 现在他可是老太太眼前的第一红人 看看再说吧 你也不肯定哪 你应该是大事 我还不肯定 你一个人都不肯定了 你也不肯定了 我现在都会干的 买四个大事 你自己去做这个 就有好胆量 这年月啊 时文断字的 不如武枪弄棒的 谁说的 我就羡慕先生 可先生就羡慕有枪的 你别笑 我也想要一把枪 海棠姑娘 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 弄到一把枪 找旅长要啊 旅长有的是枪 先生 您要枪干什么呀 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这个傻姑娘 逗你呢 我要枪有什么用啊 对了先生 您渴吗 我从老太太那儿 给您拿了一点好茶 您尝尝吧 不不不 咱不喝茶了 海棠姑娘 我求你点事 先生有事就吩咐我 还敢让您求啊 你看 我已经来了两天了 你能不能带我到府里转转 好啊 赵先生 这是厨房 好 当心 没事了你也行 好 好 赵先生 这边请 姑娘 这是怎么大白天的 这么多人站岗 这都是旅长安排的 旅长打天下不容易 怕仇家报复 对了 上次行刺老太太的人 就是和旅长结过粮子的土匪 所以得多加提防着点 好 走吧 赵先生 你瞧 这就是旅长的书房 旅长要是在家的时候 有很多军政大事 都是在这儿处理 而且有时候 旅长还住在这儿了 走吧 好 往那边是大奶奶的院子 这边是二奶奶和三奶奶的院子 再往前是四奶奶的院子 穿过回廊是五奶奶的院子 这五奶奶的院子 和大奶奶院子的后院又连着 奶奶的院子 咱们可不能随便进啊 先生 您真懂礼数 就是您想去呀 我还真不能带您去呢 这五奶奶院子里 有好多兵在站岗呢 是吗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对不起啊 我 我不该问 先生 这个回廊很漂亮 我带您去瞧瞧 好 走吧 我带你来 走吧 赵 赵先生是吧 幸会幸会 爹 赵先生 我爹要走了 我送送他 您冷 这就要走啊 还是 是 您慢走 好好 那那后会有机 后会有机啊 小灵 你说四奶奶怎么就喜欢来这家茶楼吃点心啊 这家点也好吃呗 那我咋听说得意楼的点心最棒啊 你懂什么 就在这儿等着啊 就在这儿等着啊 乔副官 你怎么在这儿啊 四奶奶在楼上喝茶吃点心 是吗 这么巧啊 您这是 我约了个朋友在这儿喝茶 正好我给四奶奶请安 小灵妹妹 四奶奶不会等乔英夫了吧 你就瞎说吧 等我回头告诉四奶奶 看不把你的嘴给你撕烂了 你不要命了 你怎么不从后门绕进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走的是正门啊 我看着呢 你还敢跟他们打招呼你 你不要命了 不是我不要命了 是咱现在不怕死了 老伯你看 看这个 你们这东西我也不懂啊 这个呀叫调令 你看 这上的还有大摔的摔印呢 老乔 你是说你的事办成了 什么叫我的事啊 他这不是咱们的事 老乔 你才去了两天 今天就办成这么大的事 再再再再一个 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乔 你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托那个人啊 是我同乡 他们家呢门地不高 也没什么田产 我这么一想啊 干脆 家里的祖宅我也不卖了 我就直接送给他 你看怎么着 我跟他一说呀 他乐得差点没晕过去 马上就跑到大帅那儿 把我夸得跟他亲爹似的 就这么着就成了 你说啊 咱们有了这个东西 那还怕底下那几个小兵 别说他们了 就是赵元庚 我现在也不怕 那咱啥时候走 我待会儿就过去啊 把这个东西 往赵元庚那儿一拍 他敢耽搁吗 隔个三五天我就走 到那以后啊 我找个机会派车过来 你呢 再把那小蚁蚀甩掉 上车就走 从此这个世界上 四奶奶就消失了 到了省城 你就是乔太太 有一点 不许娶怡太太 那肯定不娶 我又不是赵元庚的 回来啊 我再把你引荐给个大帅太太 那你们 比如说打打麻将 咱舍点本钱 输给他 跟他交个朋友 从此以后 那你出路的 那就是上流所会 老乔 那张建人这小子是故意上身了 就是 您说这前前后后什么事呢 我也想不明白 不懂 对了 欺负吴奶那个帮长叫什么 姓李 李福贯 打了多少 大奶娘打了三十 明天你去 推给我打蛇喽 是 旅长 老太太有点生气 嗯 跟张副完 这王八蛋敢欺我老娘 把他给我叫来 是 晓菱啊 正好我遇到乔媛妇了 我坐乔媛妇的车回去 你们自己走吧 是 是 张副官 咱们 啥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敢打扰你吗 请吧 往哪儿请啊 旅长叫你去一趟 我表哥在哪儿呢 在府上呢 你不刚从府上回来吗 旅长叫你再回去 我表哥是不是知道今天的事了 今天什么事啊 哦 应该不知道了 就是让我叫你回去 我表哥 没 没生气吧 生气 很生气 脸色铁青 吹狐瞪眼的 我也没出什么错就骂我 狗血沸斗地骂我呀 小心点啊 谢谢乔媛妇 四奶奶客气了 我这也是顺路 我这不还得给旅长送文件呢吗 报告 报告个屁呀 让张剑给我进来 是 张副官还没来 是乔媛妇求见 请他进来 是 旅长 哎呀 有日子没来的啊 这不家里又多了个五奶奶吗 这奶奶们打麻将够手了啊 你就不需要我了 你放屁 五奶奶就不会打麻将 哎对了 不是说你老娘病了吗 请了几天假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死了还是活了呀 好 嗯 托旅长的福 没什么大碍啊 哦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好 这个是旅长心得的宝贝 你别看这个小玩意儿 两条枪 嗯 是有这么个事啊 我这次回家呢 碰上刘三世了 哪个刘三世啊 就是那个一直跟在大帅身边 那个刘雅民 不就是刘歪嘴子吗 对对嘴是有点歪 他呢跟我说了个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这有这么个事啊 您 看看 跟我这还兜圈子啊 大帅的印都干上了 还刘三世 说 为这事是不是跑了好几年哪 你真是取笑兄弟了 我家呀离西安比较近 另外家里就老母亲一个人 需要我照顾 您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一定能体谅兄弟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啊 好事儿 用不着说谁体谅谁 说 什么时候走 那要是旅长同意的话 但是越快越好呢 不休 你是我兄弟 跟了我一场 怎么能说走就走啊 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把所有的人 都给你召集齐了 我要摆大业 送你走 两天 来 谢谢旅长 这就对了 乔业风 我表哥他 在呢 等我 都应该 calcul了 还要留下你 你啊 我跟酷子奥吗 我看还有好事儿 他在那裡 我看见他 我看见他 我们也不过 是什么事儿 他不知道 啊 我看见他 我赶紧往回赶 刚到家 好 知道了 你先去吧 姐姐 那事儿啥时候能成啊 快了 最晚这个月底吧 谢谢姐姐 看把你急的 你 蹬鼻子上脸 老太太息怒 还是那句话 小林她也没真看见什么 没用亲眼看见 你去 把赵云哥给我叫了 是 旅长 旅长在吗 我娘找我 是 旅长 不用跟着了 好 好 儿子知道你让我来的意思 我家里出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是我赵云哥 我家里出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你对不起祖宗 求你了 再给我两天的时间行吗 娘 求你了 打仗的时候不能一个劲地用炮轰 打仗的事儿 娘哪懂啊 娘 儿子给你磕头了 行吗 女儿子肯定不愿意 旅长 去 到老司那儿跑一趟 跟他说 今天晚上我就在他那儿睡了 让他候着 是 老太太院里的海棠姐姐来传个话 说旅长晚上要过来住 让您准备准备 知道了 你去吧 是 刘天慈啊 刘天慈啊 你真是不知道好歹 我求求你 今天晚上找个机会 赶快跑我 爹 娘 机会来了 我今天晚上就去给二老报仇 我先杀了赵云庚和他娘 我再杀大奶奶 二奶奶 三奶奶 四奶奶 五 我杀一个算一个 我多杀一个我就赚一个 赵先生 您睡了吗 谁 是我 是海棠吗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厨房给老太太炖了汤 老太太说好喝 我给您也送来一碗 想让您也尝尝 这不好啊 没事 您是老太太的贵客吗 好 旅长 您叫我 好一趟奴战 把马山先给我请来 让他连夜给我往这赶 明天早上我要见到人 是 等会儿 给我挣点酒来 是 先生笑什么呀 我是笑你们旅长啊 那么多的奶奶 那么多的院子 她住得过来吗 患者住啊 不过 当然是旅长喜欢哪个奶奶 就在哪个奶奶那儿住的时间长 那最近呢 前一段时间 吴奶奶刚进门 旅长就一直住在她那儿 这段时间 吴奶奶不是怀上了吗 四奶奶就 我们丫头们私下里都说 四奶奶又得宠了 那旅长现在就在四奶奶的院里了 是啊 刚才旅长还让我传话给四奶奶 说今天晚上就住在她那儿 先生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没有 我只是好奇 好奇 喝完了 多谢海棠姑娘 你请吧 先生 您准备要睡了吗 这么急着连我走 不不不不是 不过毕竟你是姑娘 男女有别嘛 再说这么晚了 让人看你该说闲话了 那 那不打扰赵先生了 来 那是 让人们走开 来 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你去看你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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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 别说 张云冈不是说要到你这儿来吗 为什么没来 我哪知道我他说来就来 你说怎么就做谁敢问呢 谁呀 旅长 我还以为是谁呢 你怎么不回个话啊 回什么话 这大半夜的除了我还谁 也是 穿这么厉害干吗 还没睡呢 没睡你刚才关什么灯啊 大晚上点那么亮干吗 过来 回家热年了 你跑吧 我 我肯定不喊 我家 到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你也没来过我屋 我今儿不说 我明儿不说 我后儿不说 我这一辈子我都不说 你说你已经怀孕了 你不是在骗我吗 没有 我真没骗你 你刚才我肚子连孩子的份上 你就放了我 过来啊 我几天没得了 有几天了 还是真想你 赵云庚取缝不就是为了让缝儿给他传统结态吗 你要是有了孩子他还取缝干什么 缝儿 赵先生 和五奶奶 不要再 赵云庚 赵云庚马上就杀死你 不不不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他才来杀赵云庚的是吧 你是缝儿以前那个相好的 可能是你自己找死 你不会杀我的 我知道 你是个教书先生 你爹也是个教书先生 你是本费人家的后生 你怎么能杀人呢 你肯定不会杀我的 是吧 这一天没过来 不是不稀罕你了 有事 等着 等我把这点事留了 我天天过来陪你 可别啊 还有四个姐姐呢 没一个我想见的 那旅长这几天 天天都跟四奶奶在一起 别提 别再跟我提她 你是不是姓柳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凤一进门我就派人打听过 有个女人要进来跟我争 我当然得打听打听了 你叫柳天赐 是吧 是又怎么样 柳先生 柳先生 你胆也太大了 你冒名顶替进来 就是为了要杀赵云庚的 我劝你 你赶紧跑吧 那赵云庚不插毛都比猴精 时间久了露出马脚来 你想跑你都跑不了了 他可狠了 就算是弄死你 他都让你死得特难受 你小家伙 既然来了我一定要宰了他 他不是说待会儿到你这儿来吗 等一会儿他一进门 我就割了他的脑袋 就你 三四个壮小伙子都打不过他 打不过 我有刀 我趁他不备 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他 行 就算你英雄 你杀了他了 杀了他 你的性命不也没了 我早就不想活了 活着有啥不好啊 死了就吃不上穿不上 啥都看不着了 你少废话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他要过来了 你不用出声了 差起来 柳先生 柳先生 咱俩今天碰上也算是缘分 我这个人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 今天还真想做一把好事 我劝劝你 赶紧跑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 再说了 你要是杀了赵云庚 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凤儿 不得跟着你一块儿死啊 他早就该死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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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怎么了 明天我把这事捏成了 他 走了 明天我请手下的弟兄们吃饭 你做陪 打扮得漂亮点 给我张张脸 刘先生 你知道这府上的规矩吗 女眷晚上是不能随便出门的 就是白天出门也只能走正门 但是你是男的 又是老太太的贵客 你随便从哪个门出去 应该不会有人拦你 但是你不能偷府上的东西啊 晚上出去没准会搜身的 你出了这个大院 你就拼命地跑 跑得越远越好 好得留条命啊 以后你随便找个女人 滋滋润润地过一辈子 多好啊 刘先生 你有过女人吗 就是你跟凤儿睡过觉吗 你烧死的吗你 看来是没有 我今天好人做到底 就算是你要杀我 我也得劝劝你 这世上好日子多了 你干嘛想不开啊 住家 他来了 你赶紧从窗户跳出去 跑了吧 你放开 你别出事 出事我先把你砸了 ütün家 住家 怎麼才来呀 ех子都睡了 起来 跟我去书房 老天爷不让你死 还不赶紧走 你不走 我可走了 我这屋里 可有好多值钱的东西 是我后半辈子养老的 你别拿 我向你保证 我出去的时候绝对不喊 也不跟赵阎庚说今天的事 你别在我背后杀我 这就对了 刘先生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走了 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见到芳儿 我求求你了 四奶奶 你帮帮我 我想见芳儿一面 就是您的和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